物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与苹果确认 医生也会问你是不是符合 65岁以上 也是免生病这些条件 苹果以后会开抗病毒油物 也是一般症状治疗油物 请照医生的规定制药 第七里 去医疗医疏会接着 美方保护的快晒检测卡锡 也是监测评 不认为台中文书讲究 在这里报导时 主动表明快晒用心结果 照顾自己 也保护白人 疫苗注射制 做会做风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话叫结果 咱们叫十分 这个十分呢 是极其长了 就是大截 大截 中截 小截 十分的长短 广大截就时间呢 长了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前一面 与这个大截当中 所出现的 修菩萨恨愿的 修愿力的 没有断绝的实话 相续不断 这些大菩萨 这些大菩萨 奢受这个 法界之内 所有一些众生 所有屈生 这样一般的说 六屈 或者说十道 是屈将的屈 多数说六道 六道呢 天人恶修罗 地狱鬼屈生 这六道 奢受这一切 在六道的所有六屈众生 虚其中 献受神故 这些大菩萨 在这六屈当中 或者在十法界当中 献生受神 他要度哪一类众生 视现哪一类众生 地狭菩萨 在视现的地狱 观音菩萨 视现的人间 有时候观音菩萨 也视现乐鬼道众 菩萨是有机的 有缘的 菩萨就视现度他 视现他得做到同类 这属于菩萨的四设法 视现同类的身心 因为同类啊 才能接近他 才能表现有缘的意思 菩萨与其中 视现神 视现神 不是真实的 是视现 视现的为了度他 所以菩萨与其助取的众生 视现一些众生 视现同类 我来好给他说法 对议他 好转化他 接着菩萨才 与其中受伤 在普摄一些众生界 无类不献神 那我们经常看那个海螺啊 海里螺蛇 一般的螺蛇都是 左旋 它的螺蛇向左旋 凡是右旋的螺蛇 那海螺 菩萨化现的 它是右旋的海螺 都是菩萨化现的 它视现海里的最低级的动物 就那海螺 所以修正菩萨啊 在各类 不论哪一类众生 同时海生的 海里的种类最多了 那视现受伤 这才能够 菩萨一些众生界啊 这就是菩萨菩萨 十大愿望的菩萨 具处的菩萨行过 法门说就横 要说菩萨度生的动作上的 就叫行 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众生的一些祸 如果 断了 或就是烦恼 烦恼断了 还有习气 还要断习气 断烦恼容易 断习气可难了 对 咱们看咱们每个人 各个的习气 无量起来带来习气 同是人 人的种类 复杂的很 哪一类人 有哪一类人的习气 在送于哪个地区 有哪个的习气 习气是什么呢 是惯例 那就熏习修 咱们将起身 咱们将起身 咱们将起身论时候 二种熏习 眼发熏净法 净法 净法被眼熏了 眼发状 得了 你就堕落了 你本来没这种毛病 大家熏习熏 把你熏上了 有这种毛病 本来你不吸毒 吸毒的朋友多了 这个劝你尝一尝吧 你这一尝啊 就熏习上了 你也变成吸毒了 所以菩萨呢 就给众生做熏习修 所以带他自从视线 就是影响他 蛇蛇他 这叫普蛇一些众生戒 蛇蛇的目的 就是转化他 这就叫普贤的行为 醒来将普贤横门的法门的时候 就知道 第九大愿就是随顺众生 随顺他 要转他 要熏习他 不是随顺的造业 随顺他转化他 实现同事啊 实现同业啊 嗯 菩萨一些祝祸习气 众生有种种的祸炎 有种种的习气 习气是最难断的 那就是污名习气 但经常说 污名习气很重 就是那个习气 嗯 那菩萨就与种种的方便散敲 令他清静 今天呢 又把这习气 把这些个祸 都把它除掉 嗯 嗯 嗯 菩萨一切众生祝根 嗯 祝根 眼耳鼻舌神医祝根了 咱们看那个冷眼间 二十五元通 专门对着众生根的 咱们观音菩萨常熟悉了 专根 专心菩萨就是耳根远通 耳根最灵了 嗯 你耳根能转化一些众生 嗯 大四大四字佛就是一面 一根 来转化众生 断终细细细 嗯 嗯 在一些众生的无量的差别 菩萨的智慧全部了知的 谁能了知 嗯 众生的想法不同 看问题的看法不同 每个人欲望不同 菩萨业众生的解欲 了解他 明白他欲望 他的想什么 他欺求什么 那都是眨眼的 菩萨能够度他 是他离开眨眼 眨眼就是不清静了 眨眼都断了 可就清静了 但是怎么断呢 这也是熏习修 让我们作为道友 好多生分的 对 你过去的 习气很重 有眨眼很多 到了你到菩萨寺来住之后 就熏呢 把你那过去的眨眼变成了 菩萨寺这个时候的眨眼 但是这个眨眼呢 不完全是眨眼 是一半清静的 而这个清静不是究竟清静啊 还有些眨眼 每天讲经 或者写剧里 或者净土布念 都在熏习啊 熏习什么呢 熏习那个眨眼 你把那个眨眼都能消失了 你就得到清静了 这些个愿力的大菩萨 回向的菩萨 他是 把一些众生借助 形化 形化 是他的教化 化到众生 都能入佛道 把那个欲望啊 都舍掉了 大菩萨为众生所应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者 就献什么神 那我们这里头 就大菩萨四宪的 比丘比丘的四宗弟子都有 这一切 就是应众生类 应众生的需要 但是得有个前提 有个什么前提 得有个圆 没有个善圆还是不行的 还是圆 经常说圆法圆法 得有这个圆法 没这个圆法 还是他不接受舍受的 把这些个愿力的大菩萨 吸入一些众生界 菩萨一些如来之相 就是上求得的 摄受一些众生就是下化的 这两种是离不开的 一个上供养下化众生 嗯 护受一些祝佛教过 这样再来护受佛的教导 能顺理性 同时在这个顺理性呢 这也包括的 你先要达到无我 是理 是我理 现在要达到无法 是法理 直到人无我 先把我执除掉 完了再把法执也除掉 这二种执障 要能除掉了 嗯 见见入佛道 嗯 这些个愿力的大菩萨 发回向愿力的大菩萨 嗯 第一个他得知道众生根 就是众生根 啊 知根 根呢就是他什么根基啊 知道根基 根基的含义呢 他在过去上 他种的善根 种的善根 有些种的善根不同 有的 枝根深 他的善根很深厚 他闻着那个深入的圆融的法意 他生大欢喜心 有的闻着这个圆融的法意啊 他茫然 不能理解 不能进入 那些呢 普摄三根的念佛的法门 咱们因为念佛法门是最容易最方便最善巧的 但是你把花经学完了的时候 普贤菩萨 他 大愿力的十大愿王最后 倒归极乐 他不是前法 看你怎么样生 如果你无生而生 在此苏波世界 因正的无生法隐了 那再生极乐世界 那就是普贤菩萨 那就是普贤菩萨 道归极乐世界的 生的方式 咱们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生 嗯 这个就不同了 就是障他力的生 他力就是障佛力的生 嗯 仅说这一种舍兽 嗯 嗯 那其他的舍兽的方式 这些个 发回向愿的菩萨 发愿的菩萨 他要入于众生界 不入众生界 怎么都众生啊 必须 舍一些众生 要入一些众生界 嗯 如众生界 以神为基础 自己的善根 就是自己对如来的法 如来的自信 嗯 能够 身弱了 又把这个来 回向给众生来度众生 嗯 把一切入佛的智慧 嗯 嗯 那么 自己修成了 或者还没修成呢 还没有成佛呢 把自己所知道的 那舍兽众生 嗯 这个一种说是奢受众生 明这个愿力的菩萨 他善根已经成熟了 这个善根是供养三宝 嗯 行菩萨道 发回向愿 嗯 有所成就了 嗯 善根已经成就了 成熟了 嗯 正得了 无我 无法 嗯 嗯 两种无我 法无我 人无能 同时 第二 警戒 是属于些四 性 是属于理 达到了 警戒相 跟心理 心对的 警的时候 心性 对的外边的客观现实 警戒相 什么 心能转井 一定不被井所转 不论看着贪真词啊 什么那些井就像 动不了你的心了 你的心 能舍着一些井 能转一些井 这就叫善根 已经究竟成熟了 善根是培养来的 一个是供养三宝 供佛 一个是下话众生 度众生 培养你大赎大辈 培养你智慧 供养祝佛 也是增长你度生方便 向祝佛学习 度众生得学啊 你不学你怎么度众生啊 但是 这里有钱有神 钱呢就说是 理呢 就说心 但是四上啊 容易起执着 理上啊就没有执着了 理上就圆满了 就没有执着了 达到了理事无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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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佛立众生 有理有事 有理有事 这两个都能通达了 嗯 明明是立一众生 实际上就是自立 自立立他 二德 二德都能达到圆满 等等自立成熟 再立他 立他 又增长你自立 相互相成 嗯 嗯 这个上来这段文字 讲的就叫 回向众生 菩提 供养祝福 把供养祝福的功德 就愿一切众生 都能入食供养祝福 嗯 把自己的自己供养祝福 成就的功德 供养给众生 愿一切众生 也入食供养佛 成就道业 这就回向众生 菩提愿 愿一切众生 都能成就菩提 佛子 菩萨摩赫萨 宇宙善干 如是回向时 若无所得而为方便 你要度众生得有善巧方便呢 什么是善巧方便 无所得 让愿众生都能达到无所得 以这个方便善巧 来立于众生 这叫善根回向 嗯 佛法是将空意为多 大成教业 特别华眼镜就将空 但是这个空是真空 真空要入油 入油 又入于警戒相 独宗生 入油的时候 这个油就方便 善巧方便 嗯 如果油怎么叫方便呢 要你从油 把它作为方便 入于空 入于真实的 空 但是这个油啊 可是从空而起的 因为有空理 在理 在理上建立的四 在四上就有了 嗯 这个理 就是空性 叫性空 四 就是元起 这个性空 随着元起住法 而建立的 这叫方便 从你这个现实 幻化里 一切事物当中 入于真实理体 这个理体就是空 这叫随相随缘不老 随缘舍有 而不明空 晓得现在我们这个幼铁 这是油啊 说他必死啊 死了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 正德那个没有了 那叫理 并不是没有了 那个才是真实的 现在的是假的 假油 叫幻油 跟你正在空里了 那真正的 那就是佛的所涅盘所正德的 就是真如 那么 现在 你用这一些说法 利益众生 这都叫商鞭散巧 让众生正德 与佛无二无别的涅盘 这叫闲着 怎么样叫随现 随向真如 离向真如 随向真如 在警戒向上当中 真的并没死掉 随缘 随向的 这叫佛所用的度生的方法呢 就是方便 散巧 这些菩萨在回向的时候 善根回向的时候 用这个 无所得 无所得而得 无所得而得 得的是什么 得的是无得 无得是什么 无得就是真实的 佛的境界 不与业总分别报 不与报总分别业 圆容 一个是把所有的事归归于理 死就是业 所做的业 在业中不分别它的报 不分别理 与理中又不分别业 一个是焉也是果 因中不分别 不分别果 果中也不分别因 就是什么呢 一切四法是假的 是虚妄的 把这个假的回归到真的 假以称真 就是归四为理 把这个四行回到理体上 四法即是虚的 四都是有相的了 四法虚的就是相也没有了 把他一回归理 一切相皆无 所以叫真空 礼 礼无不限 在一切四上显 显什么呢 显着夜果皆空 夜果皆空了 没有体 没有体的没有实在东西 又有什么去招报呢 报没有了 人说因果报应 一达到空体 正在实际体了 那些报应因果都不存在了 没有了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果中因成就了 果中那个因不成立了 因皇归于果 果也不成立了 果是对因说的 没因说过吗 因为果 才说因 这个果怎么成的 是因成就的 现在 二句不存 这关心 心是归到什么程度呢 归到 季 敬 无为 如如不当 就是如 如如 原生的是空殿 这个把全程菩萨 小声的菩萨 他们的看问题 看法 破除了 破除了就不存在了 显什么呢 显业 不能做因 也不能招果 业中分别报 不与报纵分别业 这个含义 国语 国也是不能够说是 仇因的 国成就了 是仇达那个因的 那现在国 不成立 国不是仇因的 在外道讲法 印度的外道讲法 说因众就有国 佛教不承认 国中必有因 这两个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 破除这个 说你关你的心 心本身就是法 是理 通过井 和你的智慧 所以再来关心 自有一心 其他都是非 那这时候把这一切有 作为什么解释呢 有就是记 有是动向 有的动向变成迹象 回记 这个记的心 没有这个心外头 还有个四 还有个礼 成为记的 这是不对的 那四 说是这个 在礼上 说起的造 造 就是智慧的意思 造的意思 就是要你的心的关照 心的关照 这个心 它也没有一个 有意作意的 能照 所照 没有能照 所照 是记 记就是 寂静 寂静了 而产生的光明 这个光明 就是照 它的心呢 在四里方面 是无心的 也不属于四法界 也不属于理法界 它是无奈的 达到履是无奈的 一切事都因为这个心而起的 事事都如是 心骗于一切处 就是事事无奈法界 这环境的究竟意思 理是照的业 是是井的业 井必须有照 照是壤的业 壤必归于铁 不屈于相 不屈于相 常时入世 常记 记总能照 有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二不是两个 前头不是讲不二吗 照记不二